在今天这个时代 什么都得奋斗 读书得奋斗 经商得奋斗 做什么都得奋斗 不然就要被淘汰 同样的 连属灵的事 也得主动积极地 抢着时间做 一放松 一懈怠 什么都不要想有成就 祷告更是如此 或许有的人说 我们太忙了 时间不够用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的确有些繁琐的事情 常常缠累我们 然而另一面 我们必须低头敬拜神 安排这样的环境给我们 将我们学习 在百忙中还能祷告 这种祷告 才是有分量 有价值的 许多基督徒都有一个理想 以为什么事都摆通 找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与主亲近 祷告交通 那是何等甜美 但即使真的有这样一个环境 给你祷告 请原谅我说 那种祷告 也不见得最有价值 真实的祷告 都是在战场上的 真实的祷告 都是属灵的征战 我曾看见 有的军队在战壕里 壕沟的水急腰 他们下半身泡在水里 右手还要持枪作战 左手就从干粮袋里 随便抓一点干粮来吃 这是作战时的光景 真实的祷告乃是在百忙中 孩子缠着 家务累着 重担压着 生意做不好 想要祷告真是没有时间 但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中 而有的祷告 才是真实的祷告 经验告诉我们 许多好的祷告 都是灵灵心心的 祷告时没影响的 祷告时电话来了 祷告时这个事来了 那个事也来了 末了 连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都不给你机会说 我们总得操练在百忙中 还能运用灵祷告 在今日时代的大轮 急速转动之际 谁都不容易有多少的安静 你我必须醒悟 必须操练在猪斑繁忙中 能抢着运用灵祷告 灵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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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